在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里,吕布作为一名卓越的武将,以强大的战斗力著称,尽管他的品行并不光彩,但是如果他的性格稍有改善,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三国时代的一位霸主,好事群雄。 吕布作为当时最为出色的武将,不仅拥有了美艳无双的貂蝉作为他的爱人,还驾驭着如同疾风般的赤兔马,而最为震撼人心的,是他手中握着的那柄神奇的兵器方天画戟,如此卓绝的配置,足以令任何人望尘莫及,即便是勇猛的关羽也得联手张飞,才能与他一较高下。 然而,任何英雄终究有生命的终结,吕布这位杰出的武将,最终命丧白门楼,英勇的身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那么这位一代天骄逝去之后,他那神一般的装备又将取向何方呢? 在这场波轨云厥的纷争中,吕布的武器,战马和爱人都面临着新的归宿,貂蝉的美色依然能让众多英雄倾倒,而赤兔马也继续成为战场上的一道风景线。 至于那柄传奇的方天画戟,也许会继续被英勇的战士所追捧,成为新一代英雄们的梦想。 而吕布,这位曾经的天下第一武将,也将成为后世传颂的传奇人物。 关于吕布的爱人,那位传说中的爵士美女貂蝉,她的故事在历史文化中流向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尽管貂蝉被誉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,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主题,但在实际的史书中,我们却很难找到关于她的记载,而且她的美貌也许并未达到被世人所传颂的地步。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,在三国演绎中那场抠人心弦的美人计,其实主角并非貂蝉,而是董卓府中的一位侍女。 史书并未详细描述她的容貌,但可以肯定的是,她并非董卓心中的宠妾,因此她的美貌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惊艳。 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董卓和吕布反目成仇呢? 原因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董卓的占有欲极强。 在那个时期,董卓自封为帝王,认为府中所有女子都是她的私有财产,任何人敢触碰她的女人,就等于是对她的侮辱。 这种占有欲和权力欲望恰恰导致了她与吕布之间的冲突,最终酿成了悲剧。 而这位被誉为天下第一美人的貂蝉,也成为了三国历史中的一个谜团,让后人纷纷猜想和探究。 令人惊讶的是,吕布竟然与董卓的侍女发生了风波。 虽然当时的事情并未曝光,但董卓的脾气极为火爆,有一次与吕布闲聊时,一一番口角竟然拿起方天话剂猛砸吕布,让她吓得汗如雨下。 吕布对董卓心生畏惧,因此被王允抓住机会挑拨离间。 在一场酒宴上,双方结盟中导致了宫廷政变,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位侍女视为貂蝉,她的命运就变得扑朔迷离。 首先,在政变时,吕布可能并没有接纳这名小侍女,因为当时她已成为帝国最高荣誉的大将军,身边女子如云。 而且这名女子曾与董卓有染,吕布或许会对她失去兴趣,甚至为了断绝与董卓的关联而杀死她。 另外,假如吕布没有言成这位是女,而是将她难入了自己的家庭,那么她的命运或许也不会太美好,因为吕布有两位夫人,正式是严氏,刺妻则是曹豹的女儿。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,即使是传说中的貂蝉,也只能作为一个测试,时常遭受两位正妻的欺辱。 后来的历史中,三国演义提到吕布被两位夫人陷害,终至失败于白门楼,而这位貂蝉的身世命运,也难道厄运最后被曹操情获并带着许多。 如果这位女子并没有貂蝉那般美貌,那她也许不会引起曹操的注意。 然而,事事难料,曹操这样的英雄枭雄往往喜欢征服对手的妻子,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关于貂蝉的结局,正式并无明确记载。 而根据小说的描述,她要么已经消失于历史长河,要么被曹操俘虏并据为己有。 这个神秘的女子,无论她是谁,她的一生都伴随着战乱和悲剧,她的故事在后世流传,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,让人们津津乐道。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,吕布的赤兔马乃是战场上的神物,正因为有了赤兔马的加持,关二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。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取胜,赤兔马的速度之快令敌人瞠目结舌,而马身所能带来的强大动力,更让关羽的攻击力达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。 然而,三国演义中的这段神奇传说,并没有在正式中得到印证,在官方的史书里,赤兔马根本没有提及,因此它的存在和下落都成了一个谜团。 假设我们一正式为一句,那么赤兔马的命运将变得颇具戏剧性,通常认为曹操在获得赤兔马后将其赠予了官二爷。 正是依靠这匹神马,官二爷一路崛起,最终成为了蜀汉的顶尖武将。 然而官二爷身负重任,却因小人陷害,最后不幸陨落于东吴之首。 赤兔马也因此被东吴小将所拒,但这一说法似乎并不可靠。 吕不齐成赤兔马征战多年,后来官二爷又跟随刘备转战四方长达数十年。 马匹的寿命是不可能超过人类的,当他年老力衰时,也无法发挥出往日的战斗力。 因此即使真有赤兔马,官二爷早已换下这匹马。 他或已战死沙场,或已安享晚年,无法再战。 甚至可以这样推测,吕不当年或许并没有传说中的赤兔马。 他的坐骑或许只是一匹非常优秀的马匹。 而在吕不被击败后,这匹马很可能归入了曹操麾下。 曹操也可能将这匹马赐给了自己的心腹爱将。 但究竟这位爱将是否就是关羽,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这样看来,赤兔马的传说恐怕更多的源于后人的想象和传颂。 这匹马究竟是否真实存在,以及他的命运如何? 也许永远都只能留在历史的迷雾之中。 最后让我们谈谈神奇的兵器《方天画集》。 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吕不手中的《方天画集》威力非凡。 连三鹰战吕不的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。 而当刘备陷入困境时,吕不更是展现神射手的本领。 原门设计一举化解了战乱。 这样强大的武器在战争中理论上不会轻易被摧毁, 反而可能被曹操收为战利品。 有趣的是,在一些非官方的史料中提到, 曹操的儿子曹璋非常钟爱异柄方天画集, 真让人不禁猜测,吕不的神兵会不会落入了曹璋之手。 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, 因为曹璋在曹操的子嗣中最为勇猛, 而且分配神兵利器时, 自然会优先考虑赏赐给自己的子嗣。 然而,关于这把武器的最终归属, 历史上还是有一些说法的。 由于曹璋败给了曹丕, 他的家产被全部没收, 这把兵器也被曹丕所拒, 这样一来, 方天画集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也留下了曲折的痕迹。 从吕布手中到曹璋, 再到曹丕, 这把神兵是否还能再次发挥他昔日的辉煌, 那就只能任凭我们的想象了。